嗨,大家好,我是方俊浩 今天跟大家谈一下关于输入法的话题 之前还在使用Windows 7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曾经用过来自SOGO,QQ,谷歌和百度的拼音输入法 甚至还有如小狼嚎之类的小众拼音输入法 之所以会不厌其烦地去尝试这些第三方拼音输入法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时的系统自带拼音输入法 在应用程度上还是要差很多的 不过自从我开始使用Windows 10操作系统以来 就再也没有使用过其他的第三方拼音输入法 那我认为输入法软件作为一个操作系统中最基础的功能之一 最忌讳的就是软件本身会引人注意 那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你要在功能上做到可以满足用户的大部分需求 其次软件在运行的时候要尽量让用户无法感知你的存在 比如不占用大量的系统资源 没有引人注目的软件图标或用户界面 没有广告或任何跟语言输入无关的功能 根据我自身的使用体验 Windows 10自带的拼音输入法 虽然并不能称得上是完美 但绝对是足够好用了 要打开Windows 10输入法选项 我们可以点击屏幕右下角的输入法图标 然后进入语言首选项 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开始菜单 设置 时间和语言 然后在左侧找到语言 要添加中文拼音输入法 只需要点击添加首选的语言后 在搜索光中搜索中 选中中文后点击下一步 并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安装中文拼音输入法之后 推荐大家根据自身的使用偏好 对输入法进行更加详细的设置 我们继续在刚才的操作界面中 选中中文输入法后点击选项 选中微软拼音后点击选项 在这里我们便可以对微软拼音输入法 进行更加详细的设置 我个人通常不会对常规设置 和按键设置里的选项进行改动 在外观设置中 我会将候选词个数调整为9 在词库和自学习菜单中 大家可以设置一些常用的自定义短语 我因为在中文输入的时候 更偏向于使用直角引号 所以在这里会添加几个 可以快速输入直角引号的自定义短语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 添加一些常用的自定义短语 比如邮箱地址 联络方式以及其他固定格式的端语 还是在词库和自学习菜单中 很多人都会忽略专业词典这个功能 我们进入专业词典后 可以根据使用习惯将常用领域的专业词典打开 最后我们打开高级设置 确认里面的选项都已经被开启 我们可以通过U模式输入 来输入一些不会发音的字词 比如输入这个汉字 相信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发音 那要输入这个汉字 我们只需要在中文输入法的状态下 按一下邮件后输入三个水 输入法不但会猜测你想输入的汉字 还会标注出该汉字的发音 我们还可以通过输入 uudw,uuxh和uuts 来输入单位,序号和特殊符号等信息 每当我们进入U模式输入后 软件都会显示使用说明 所以也不需要我们刻意地去记忆这些命令字符 通过V模式输入 可以将日期,时间以及阿拉伯数字 转换成中文格式或罗马数字格式 比如当我们需要用中文输入1234元时 可以先按一下V键后输入1234 这样的话输入法便会自动将数字 转换成为中文格式 时间和日期也是一样的 关于日期输入 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要输入当天日期 我们只需要输入RQ或日期 输入法便会在第五个候选词位置中 自动显示当天的日期 要输入时间的话 可以输入SJ或时间 要输入农历日期 可以输入NL或农历 我们平时需要输入特殊符号 除了可以使用刚才介绍的UUTS以外 还可以使用Windows键加句号键 来调出特殊符号面板 除了特殊符号以外 这里还有Emoji和言文字可以选择 或者当我们输入开心或生气等 跟表情符号相关的词语后 可以按下Tab键 然后再按下空格键 我们同样可以进入刚才的表情面板 但跟之前不同的是 软件会根据你当前输入的单词 猜测出你可能会需要的表情符号 微软拼音输入法会根据用户输入习惯 将常用的磁组靠前排序 用户也可以在磁组上点击右键 手动固定守卫或删除该磁 软件的外观方面 微软输入法会自动适应系统颜色 界面上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多余的按钮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视频 对Windows 10自带的拼音输入法 有一个新的了解 如果今天的视频对News的帮助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